欢迎收看112年1月10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先我们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花瓶溪近日净流量创下30年以来同期新低 为了及早因应 市长陈希迈前往大树视察抗旱紧的进度 目前规划和水利署协力将新凿11口井 渴望增加4.6万吨的用水 市长陈希迈也呼吁市民要节约用水 高雄铁路地下化通车之后 沿路铁桥几乎都已经拆除 仅剩下桥林46年的九如路桥尚未拆除 近期高雄市府宣布终于成功争取到中央同意补助改善经费 改进的工程预计将在明年动工 高雄灯会今年将在左营年职坛举办 观光局局长高敏林率领观光局同仁 拜访地方里长张圈以及公庙 请听民意需求以及建议 同时更宣布加码补助全国旅行社组团来高雄赏灯 参香祈福 灯会期间一团最高可以补助6000元 新闻首先来看到高雄过好年活动热闹展开 市长陈希迈特别前往旗津 发放兔年小红包和市民热烈的互动 同时更表示高雄市从过年期间到三四月之间 都有许多的活动 力邀民众到旗津雨游 期盼配合役后国境解封 将高雄海岸观光串成珍珠项链 让旗津成为当中最美丽的钻石 高雄过好年活动热闹展开 高雄市长陈希迈8号下午走访旗津 参加金兔迎春逗热闹活动 除了感谢旗津乡亲 去年在疫情冲击下的主动配合 市府更推出旗津券和大小的活动 合力度过难关 让旗津在观光上有显著的成长 犹如整个海岸观光线上最美丽的钻石 特别感谢市长和市府团队 真的这一年感受到对旗津特别的照顾 不管是外公 资金券 还是我们所有大大小的外公 风筝节的团队 旗津在办一些外公 所以不只疫情控制得好以外 这一年也在变我们旗津的经济 所以我们看去年的观光成长 真的成长相当多了 今年解封后 我们旗津的观光 今天开始起跑 到年底都没有停 你今年我给大家报告 今年疫情的成绩 到整年比 我们要的振兴包括 这些土豹这些外公 旗津券 高雄开的坛 这样成长270% 是专高雄市商圈里面 风景区里面成长最快的所谈 市长陈吉曼也祝贺大家 福兔银翔新年快乐 并且发放兔年小红包 与市民朋友热情互动 现场气氛热闹喜庆 同时也豪气的宣布 高雄今年将会更加热闹 演唱会以及大型活动不断 市府和旗津商圈 也会配合时辰来行销旗津 同时联合大高雄26个商圈 共同振兴高雄经济 今年的过年开始 到3月4月等等都有 高雄都有非常多的活动 那我们的旗津商圈 我们也会配合整体的高雄市的 这个这些大型的包括演唱会啊 或者是元宵灯会啊等等这些活动 来整体的来行销我们的旗津 那从去年的9月旗津灯塔 在夜间已经开放 那所以现在来旗津 除了白天晚上 其实都是非常适合 全家旅游的一个景点 市长陈其曼也鼓励民众 尽量到旗津旅游 不论白天夜晚都很适合 旗旅和全家大小 包含夜间开放的旗津灯塔 和高雄最美的夕阳 而且还可以搭乘渡轮 到旗津鱼市场 博厄战恶库等等 整条黄金海岸路线 都会是过年旅游的最佳首选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高平溪最近的禁流量 创下30年以来同期新低 为了超前部署 市长陈其曼前往大树 视察看看景的进度 目前规划和水利储协力 一共开凿11口景 渴望增加4.6万吨的用水 目前高雄市一天的用水量 大约140万吨 还得支援每天台南20万吨 市长陈其曼也呼吁 市民要节约用水 高雄市政府为了抗旱 预做准备 市长陈其曼9号上午 前往大树区大全进水厂 后方的高平溪高摊地 视察抗旱早景准备进度 并且特别制裁饮料 感谢施工团队努力赶工 由于高雄主要水源高平溪 目前川流量约为 历年同期的45% 可说是30年来最低 市府利用多元开发水资源方案 和水公司协力增加11口景 总计可多出4.6万吨的用水 那我们现在总共现场 有7组基组全力在进行 所以会达到原来预期的目标 而且还会超前 高雄市政府水力局 有8口井 增加了3.2万吨的水 那在水力署 他们同步也增加了 3口井 分别在其山的 大寮等等 那加起来大概水资源的开发 会达到4.6万吨 所以累计我们从浮流水 到这个之前在去年 前年大家所知道的 开发的62口井 那以及包括大寮的抽水站等等 这样累计备用的水源 会达到70到84万吨左右 鉴于历年来极端气候影响 在水资源的运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市府也会持续针对高雄水源 包括短期的应急方案 或是中长期开发水资源的规划 都会和水力署合作 全力确保大高雄地区供水无余 那平均我们现在高雄一天用的水 大概是140到150万吨的水量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今年到雨季来临之前 我们必须超前部署 做好整个备用水源的一些方案 最后陈其迈感谢大树乡亲的支持 一同渡过南关 目前高雄供水量是155万吨 平均每日还有多余的水 可以供给台南约20万吨 未来希望南部地区的水资源开发 包括台南高雄屏东 都能够有一个共享平台 让整个南台湾不用再受到缺水之苦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台湾高铁南沿到屏东 到底要走哪一条路线呢 行政院拍板定案 新核定的路线将避开高雄人大石化厂区 并且和高雄屏东之间的东西 向第二条快速公路共用路廊 这个消息遭到明代质疑 为何不进入高雄市区 不过交通局也表示 这是为了将冲击降到最低 这样的路线已经是最好的方案 高雄市长陈其迈日前 在脸书po出高铁南沿到屏东的路线 却因此引发部分明代质疑 高铁延伸屏东线 为何不会进入高雄市区 与高雄火车站共构呢 那你如果说要 现在要通过高雄站区的话 整个的一个 我们目前已经接近完工的 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区 跟绿源道要重新开发 考量到高平地区的发展需求 行政院依据国土发展计划 和定高铁南沿路线 人物路段替代路线降低市区 沿线土地以及厂房的冲击 交通局表示 这样的设计比较经济 对当地的冲击也会比较小 那重新开挖的话 它出了范围大 那另外也会影响到民宅的拆迁 那我们也计算过 大概整个站区有60几户的民宅 那从凤山站到高平溪 也有200多户的民宅 这些民宅也要做拆迁 所以说整个工程这样预估起来 含规划跟工程的建制 也要有14年的时间 那我想这样的会造成 整个市区的发展 严重的一个冲击 民官99年交通部就裁定 高铁南沿平东路线 和台铁不共轨 因此铁路地下化 就没有预留高铁的轨道区块 若是要重新施工 将会花费14年的时间 那目前我们高雄火车站的 站东路 站西路 站区的主体建筑物 以及天蓬 已经陆陆续续都在 都已经完工了 那将来在113年 整个车站也会来做竣工 那到时候整个车站 整个车站周边的商业 就会活络起来 我想如果说去重新 从高雄车站的方案进来 那整个车站又会变成 一个大贡区 那整个车站的一个商业活动 我想也会受到 很大的一个冲击 高雄车站和左营高铁站 有捷运红线来接驳串联 行驶时间也只有短短 7到8分钟 交通局因此认为 这样的路线 对高平地区的发展来说 已经是最佳的方案 记者郑光佩 庄书亭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铁路地下化通车之后 沿线的路桥 几乎都已经拆除 只剩下桥林高达46年的 九如路桥还没有拆除 桥体老旧甚至出现 火泥土剥落的破损情形 而最近高雄市政府宣布 终于成功争取到中央 同意补助改建经费 改建的工程预计将在明年动工 到时候将在原地重建新桥梁 高雄铁路地下化通车后 沿线的路桥中 目前仅剩九如路桥 尚未拆除 如今终于有了新进展 宣布争取到中央补助3.6亿元 加上地方自筹的1亿元 总经费共4.6亿元 九如路桥改建 预计明年就能动工 将在2025年之前完工 经费已经到位的话 我们今年度就会进行整个的规划设计 那我们本来是预定在明年 是正进行整个的施工部分 那至乎有深深的感觉到 市民对这个桥梁的兴建的期许 那我们会尽量把设计的时间缩短 将整个的时间我们就会尽量去缩短 那将新建整个的新的桥梁 那让市民使用 未来九如路桥拆除后 将在原地重建横跨爱河的新桥梁 原先的桥梁引道则将恢复为平面道路 另外新桥梁高度降低后 渴望能大幅给善天际线景观 因为之前的路桥 就是跨越原来的爱河跟铁道 所以那个高度会比较高 那整个就破坏整个的天际线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一次就直接扩越两侧而已 所以整个的都市天际线予以降低 那本身它的系统是在于 古山区跟山明区的中都地区 那整个桥梁拆除后 整个的进行配合市务的都跟计划 会将整个市楼移以改观 公务局强调未来在设计上会多加参考民众意见 打造更符合民众需求的公共空间 本身它的引道部分还有一些就减少了四倍了 那相关的两侧部分我们会参与 民众的参与还有民意代表的参与 那我们会去注重人行自行还有休闲这一状况 那本身在规划桥梁的部分 我们在两侧都会规划人行道跟自行车道 那因为这个桥梁本身比较快一点 我们也会注重行人的庇护岛 这个安全措施我们就会加以规划设计 未来全段将配合前后段道路调整路行 也会衔接临近的绿源道与台铁轻轨 带动周边发展 记者邱玉婷 苏宇文 高雄报道 高雄市观光局宣布 2023高雄灯会在左营连指坛举办 局长率领观光局同仁 拜访地方里长 商圈和公庙 倾听民意需求和建议 局长表示连坛灯会活动 渴望带动人潮和商机 并且宣布加码补助全国旅行社 组团来高雄赏灯参香祈福 灯会期间一团最高可以补助6000元 2023灯会将在连池坛举办 疫情趋缓之后 为了推广高雄的观光 市府日前宣布再加码 补助全国旅行社组团 一起来高雄看花灯 最高可以补助6000元 2023高雄灯会首度回归地区灯会 我们也特别选定 这个指定为观光地区的 左营连池坛来举办 那在灯会期间是1月26号到2月5号 那我们也特别为了促进观光旅游的发展 还有地方的参与 特别推出这个加码的这个补助方案 只要15人以上组团到高雄 左营连池坛看灯区 然后并且在高雄住一晚 然后同时也到我们左营连池坛 周边的这些庙宇来参乡 我们就加码补助 平日6000元 假日5000元 希望能够让更多外县市的朋友 看到高雄 看到左营连池坛的美丽 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县市的好朋友 过年期间 灯会期间到高雄走走 高雄市观光局局长高敏玲 带领团队举办地方说明会 为了强化地方连结 特别邀请左营区在地里长 商圈店家以及地方公庙 在说明会中 针对交通环境消费 或是合作各方面 进行意见交流 希望能更深入了解民意 与地方共融合作 左营有著名的文化古迹 城墙 还有一些庙 甚至我们著名的龙虎塔 狐狸亭 大小龟山 交通方便 可以搭桃铁 高铁捷印 林斯坦是一个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景点 它不仅仅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庙 还有在地人文非常丰富之外 以及生态保存得非常完整 再就是我们的古厂领域 还有一些百年知名领富 那高雄市政府在举办了高雄灯会 今年迈入第二十二年 第一次在林斯坦举办 这个不仅仅是给我们在地的商家 或是在地的军营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包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带来一个 豐沛的人潮 以及再让我们更多的一个商机 结合国人春节时常到庙宇 参乡祈福的宗教传统 观光局邀请林斯坦周边各大庙宇 在灯会期间共襄盛举 这次灯会结合在地文化地景特色 再呼应兔年元素 规划兔子主题灯饰之外 还有市集和表演 希望每位来到林斯坦的朋友们 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年节气氛 记者黄光维 庄淑亭 高雄报道 为了防范散布性影像 立法院三读修正 通过攸关防治性暴力刑法部分的条文 高雄市议员黄杰表示 这对受害人来说 无疑是最棒的新年礼物 也希望有防范补救以及下下的机制 彻底杜绝类似的犯罪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新形态的性犯罪 以及性私密影片外流也层出不穷 甚至出现深度伪造低费 换脸的伪造性影像 立法院会7日三读修正 通过攸关防治性暴力的刑法部分条文 高雄市议员黄杰表示 很开心认为对受害者们来说 这次的刑法修正案 无疑是最棒的新年礼物 很开心在2023年新年的第一周 就听到这样子的好消息 我相信对于很多被换脸的受害人来说 这一次的刑法修正案 就是一个最棒的新年礼物 那也很感谢立法院用非常快的速度 通过这一次的刑法修正案 针对制作以及散布不实的性影像 还有未经他人的性影像 都有有期徒刑的一些修正 为了防范散布性影像 以及喝止换脸犯罪 立法院用会7日三读通过刑法修正案 增定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罪章 未来若制作不实性影像 并散布盈利 将会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70万元以下罚金 那也是要说新的一年 可以针对类似数位性暴力的性犯罪 都可以有进一步的措施 包括说下架的机制 希望这样子的修法的方向 可以更完整 那让这样子的犯罪行为 可以彻底的被杜绝 黄杰在脸书上写下 感谢立法院用非常快的速度 通过防治性暴力的刑法修正案 也期许新的一年 针对性影像犯罪 能有更完整的防范 补救与下架性影像机制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迎接新的一年 兔年的来临 立法委员许智杰 邀请了地方明代 在香火鼎盛的凤山双瓷殿 举办前兔四景迎新春 关怀弱势送春联的活动 邀请市民朋友 一起来捐发票来做公益 并且加码赠送白沙屯 马祖住驾凤山的一卡通 吸引相当多的民众前往参观 周末一早 大平民众就在香火鼎盛的凤山双瓷殿前 排好队伍 等着一年一度的捐发票做公益活动 立法委员许智杰也立临现场参与盛会 并行与流水般的当众辉豪 露了一首好书法 向现场相亲拜个早年 而且我们每一年都会有 捐发票正春联的活动 那也希望说很多 大家把发票收集起来 那我们收集的话 会捐给我们的弱势团体 那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帮助弱势团体 那也希望说新年沾个喜气 那所以我们就办这个捐春联 捐发票正春联的活动 每一年我们都有举办 已经办了很多年了 新年快乐 许智杰表示 每年在过年前 都会举办捐发票做公益活动 透过大众集结出小小散举 凝聚成温暖的庞大力量 并传递出温馨良善 正向循环的风气 也让社会各个角落充满爱心 高雄市多位市议员 也在现场送上祝福 希望市民朋友新春平安快乐 今年是兔年 所以其实大家也都说 今年就是要红兔大展 羊眉吐气 那我觉得也代表说 因为疫情解封之后 国门大开 我相信今年对大家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转换的一年 然后是有新的希望的一年 所以也在这边祝大家兔年行大运 希望真的可以兔年为大家带来好运 去年白沙屯妈祖 就是到我们凤山来 那也掀起了一阵热潮 那白沙屯妈祖真的是很有个性 他走的路径都是很随性的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他 所以我们就邀请白沙屯妈祖到凤山来 也做这个一卡通要送给大家 徐志杰提到 这次活动有别于往年 就是捐赠十张发票 还可以将别具意义的白沙屯 妈祖住家凤山的一卡通带回家 让整场活动不仅充满 妈祖平安保佑的氛围 也将捐赠发票做公益的气氛 更加显得有过年的温馨感 记者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 传统年菜里最有年味的要算是腊肉料理了 左营区崇石立有一家湖南腊肉店 老板娘传承父亲制作腊肉的好手艺 从调料腌制到燃烧稻壳熏制 完全遵照湖南家乡的做法 不少客人都赞不绝口 直说终于吃到家乡怀念的好味道 将腊肉切片汆烫 去掉过多的盐分 再放进锅里爆炒 最后再放进蒜苗 一盘香味四溢的腊肉炒蒜苗就算完成了 不少客人大老远的都专程来买左营的这一家腊肉 直说吃了可以一解相愁 这一间它的味道非常的正宗 它真的就是我们那个湖南四川那种风味 就是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你可能就买不到了 我觉得说这一间真的要好好的维护 就是传承真的 他爸爸妈妈应该在四五十年前 就开启这样子的一个腊肉这样的一个推广 我们的盐巴然后香料 香料之后我们腌制差不多要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后拿起来还要再晒 晒到很干之后才能拿去熏 对 熏的差不多一天左右 然后我们要继续晒 然后把它晒干才是成品这样 熏的话我们有稻壳 然后橘子皮 然后还有甘蔗 老板娘的这一项烟熏湖南腊肉的绝活 其实是传承父亲的好手艺 住在眷村的时候 他都会帮父亲准备制作腊肉 现在父亲虽然离开了 但每年过年前 他还是会和先生俩一起制作腊肉 看到客人每年都会固定回购 并且给予肯定 他也很欣慰能够将父亲的好手艺传承下来 因为现在比较重视环保 对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不影响他人 对 来做这个工作 很谢谢客人对我的肯定 就是让我能够让爸爸的这个味道 继续延持下去 当然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的话 是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过去在那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比较好去做一些生产 那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是刻骨的一些困难 这样能够改造不影响邻居 那也把真正的好味道都把它流传下来 特地想要过来买 因为每年快过年之前 我都会来买点腊肉回去 有过年的气氛 现在的年菜大多讲求创意简便 而传统年菜的食材 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制作 味道才会正宗到地 老板娘不怕湖南腊肉的制作繁复 坚持父亲的传统手艺 让人吃到家乡怀念的好味道 留住年菜中不能少的这一味 记者郑光沛 赖昌邦 高雄报道 位在爱河旁并且陪伴高雄市民 27年的一家全国连锁量饭店 传出农历年之后就要习灯的消息 让附近的居民和当地里长都感到惋惜 纷纷表示这一代的生活记忆就此消失 量饭店业者也表示 对于支持民众的感谢 但也只能够低调不便对外发表言论 只表示回归市场机制面 怎么办 就比较不方便而已 就跑比较远而已 跑比较远埋而已 有没有觉得很可惜 有有有 有时候我看有一些老人都会去那边 就是散步啊 或者是有地方坐可以在那边休息 营业已经27年 位在高雄爱河旁的知名量饭店 日前清传 农历年后2月19日将结束营业 从年轻时就在爱河对面 看着量饭店起召到营业的先任蓝桥里里长陈本新 看着占地达3527坪的建筑 现在传出洗灯号 里长也不免感叹跟惋惜 附近的民众 购物非常的方便 然后他又在爱河的旁边 爱河是已经具有观光价值的一条高雄市的地标 家乐虽然在爱河这边 但他的服务的对象呢 包括几乎到古山二路 到了这个内围 哈马星 还有中都 延城区 前清 到接近这个 他的范围 用一公里半两公里来 来做他的半径 你看这么大的民众的生活所需 都要来这间买 他他的生意很好 不知道 听说是 今年六月大概就要结束 虽然传出年后将吹起席灯号 但量饭店业者还是低调表示 相关租约还是在跟地主接洽中 目前依旧正常营业 有进一步的消息将会正式公告 而当地民众则是忧心提到 量饭店对于爱河中断区域发展 有他具备的指标意义 加上附近几公里内 都没有大型量饭店 若是收掉 对整个商圈发展将是一大隐忧 最近就是可能要 就是地主要卖掉了 然后要裁 就是可能要换 就是要盖大楼 说今年要结束 但是又听说 那个家努跟那个 给他房东啊 有在協调 这个地方 搬功课来 游玩游玩 顺便就到加热去 过一些日常用品 这是非常方便的东西 地方 停起来 对我们地方来说 顺序 很大的顺序 观众都在这刚刚好 这个附近好 还有这间 不然我们这家生活机能就不错了 现在没有 那没有 没有 生活机能就不错了 这样啊 不错了 附近民众进一步跟记者表示 量饭店内部员工 近期都忧心过年后 可能要找新的工作 而跟随公司打拼成长 20多年的老员工 也叹息感慨 一代青春成长的记忆 即将在2023年的春节后 画下句点 成为周遭邻里传送的回忆 记者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 有着台湾桌球教父之称的 桌球国手庄志渊 八日现身在高雄市古山分局 让现场的民众好开心 在分局礼堂内 庄志渊与古山分局分局长 进行一对一的桌球对打互动 一起为当日的桌球友谊赛 做精彩的开球仪式 那志渊国手在现场 也跟这些长辈们 跟参与活动现场的来宾 都有很乐切的互动 那大家也好像看到明星一般 那我们在礼堂 也很慎重的邀请资源国手 在现场跟我们分局长 一起来互动做开球的仪式 那还有跟我们的警察 娃娃公仔 也对战了好几局的球 农历年节将至高雄市古山分局 与古山区公所举办了新春辉豪送春联 杨梅吐气迎新年的活动 结合了善心企业家赠送年夜菜 给古山区25户弱势主户 以及独居长者们 希望他们也可以有一个丰盛的年夜菜 那因为我们是有筛选过一些在年夜 我们希望透过正餐这个活动 让这些老者可以很温馨的 在除夕夜可以安享很丰盛的年夜菜 而且当场我们也有对这些老者 给予关怀还有慰问 也有乡镇一些书法家所现场辉好的春联 那希望他带着这些喜气还有祝福 可以安度一个很温馨的春节年假 拿到了这份年菜非常的高兴 所以说也很感谢我们分局 我们拆分局长 他做得非常仔细 然后照顾我们这些礼民 他们都非常的高兴 古山分局寒冬送暖活动 除了长者们踊跃参与之外 当地区长和里长也一同共襄胜举 桌球国手庄之渊 更是在百忙之中特地抽空现身 为弱势族群在冷冷的岁末寒冬 注入一股暖流 记者黄光维 庄书亭高雄采访报导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忙了一整天终于有时间可以躺在床上 让身体休息睡个好觉 但是翻来覆去去怎么也睡不着吗 失眠的情况不只发生在年长者身上 就连年轻族群或是学生 都可能因为不同的因素导致失眠睡不着 睡觉是一件习以为常 每天都得进行的环节 睡得好隔天才能精神满满再出发 但是你有没有明明身体很疲惫 累得都快睡着了 却还是失眠一整晚的经验呢 现在失眠的情况不再只发生于中老年人的身上 不少年轻族群甚至是学生 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困扰 那其实有时候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 那有些人因为有些事情 最近比较忙碌啊 或者是快要考试的时候比较紧张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 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解除之后 他的睡眠问题就得到改善 那大概我们就会认定说 他可能是因为跟这个事件比较有关系 那如果说有些人他就是长期 不管说是有没有一些事件或者是压力 他都睡不好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真的要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 或许会帮他做一些检疫的一些检查 来看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些原发性的睡眠障碍 获得19届国家新创奖的研发 就是用模拟日出的光照唤醒 来取代吵闹的闹钟唤醒 以光源的变化来改善睡眠的障碍 我们这次的新创奖的话 其实主要是模拟日光 日光出来的时候的一种唤醒的装置 那我们是在就是寿司的 他是在浅眠的时候 慢慢的由低亮度变成高亮度的光 照光让他自然的醒过来 那一般民众在家里的话 当然没有办法完全就是知道说 自己目前是在哪一个阶段的睡眠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大概大约基本上就是装窗帘 不要太过于遮光的窗帘 让你早上的时候 你的房间是可以充满阳光的 大同医院神经科医师提到 有些睡眠呼吸中止症 可能会因此导致睡眠不足 进而出现一些症状影响到生活 若是有相关困扰 医师表示可以借由仪器来改善 我包含说日间试睡 比如说我们在静坐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打瞌睡 甚至有些比较严重的 开车等红灯就会睡着 那当然这些都是必须到 就是医学中心接受睡眠检查 或者是有一些厂商 他有居家型的一些仪器可以做检测 那如果检测起来 确实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的情况 也可以借由一些仪器 借由在睡眠当中 继续持续攜带阳压呼吸器 来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的情况 有好的睡眠才能将身体充饱电 也才能有更多力气 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假设睡不好的情况持续发生 甚至影响到生活及心情 可能就要尽早处理 早日改善睡眠品质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高雄有一家蔬食餐厅 主厨和甜点师分别移居国外 因为太想念台湾的家乡味 回台之后决定联手开设蔬食餐厅 并且善用在地的食材 无毒蔬菜 搭配各式的香料 设计出多国风味的蔬食料理 走进这家带点文清风的餐厅 杜乔勋在厨房里利落的备料 开启这一天的忙碌 跨越地域国界的香气扑皮而来 秀爵也跟着自由风格的料理 一起缤纷绽放 很多客人都问说 所以你们是中式餐厅吗 我说不是 所以是卖火锅吗 他说也不是 还是你们是西餐 我说我们不是 就是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很多餐厅他们会说 比如说我们是西式 他们会转着西式料理 中式他们转着中式料理 其实我们比较不是像这样子 所以比较偏无国籍的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觉得 我的成长过程背景 然后刚好跟另外一个做甜点的 他的成长背景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 住在国外的经验 然后会有比较尝试过一些 异国料理的机会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做起来的东西 就是我们喜欢的 然后融入去融入台湾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有台湾味 就是台湾的这个 一种风土味吧 这很难形容 就是在国外你最想念的还是台湾的料理 主厨杜乔薛 甜点师陈彦儒 原本分别移民美国菲律宾 先后到澳洲打工 周游列国的丰富经历 让他们极为想念台湾的家乡味 原本不善厨艺 却能自制出异国多元料理 让他们开始觉得 这或许是一条创业的路 我们还是同时会卖咖喱饭 我们同时也是会卖意大利面 那我觉得在蔬食的呈现上我觉得 有一些客人也会听到他们的回馈 就是他们会带朋友来 但他们不会跟他讲我们是蔬食店 他们吃完之后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很大一个部分 是因为我们本身曾经不是吃素的人 所以我们自己会做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会喜欢的料理 所以不会去把它做得很素 或者是刻意强调它是素的这感觉 但是我们会想要去做 咖喱炭应该就是什么味道 一大利面炭应该就是什么味道 去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各种在地常见的食材 在这群年轻人的巧思之下 蜕变成一道道色彩缤纷 香气诱人的蔬食大餐 很难令人相信只有青菜 就足以让你的餐点色香味俱全 食指大动 因应主厨个人他想要发展的 料理作为一个基本 那像咖喱啊天背饭 是我们不断的试菜过后 有的一个算是招牌 那其实沿用到我们现在新店高雄 也是不断的在更新 我觉得那个思维是 摆盘的呈现 跟调味料的料理上 我们其实有不断的在去 因应客人的回馈 其实每一次客人用餐的经验 他们的回馈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参考的素质 创业以来一直有许多朋友陪在身边 认同乔勋与晏儒的舒适理念 给予大力支持 他们也都感恩在心 纵使未来依然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但他们屡败屡战 努力朝梦想的餐厅再前进一步 记者周福庆 刘伟廷高雄报道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 或伏逼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了 接着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 气温18度到26度 南投台中张化云林盖地区阴天 气温17度到24度 台北旧龙桃主苗地区多云短暂雨 气温17度到24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昌邦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